今天歡迎大家來到住家財經 今天繼續有Joe 他把今天話題說要討好小粉紅 要說說美國經濟是有多差 這時候找Joe出來 第一,大家一定要知道為什麼會說美國經濟 或者說美國,就要知道一直都說中國或者香港 因為大家可以看一件事,也跟以往一樣給幾個數字 或者給幾張圖大家看,大家會有一個更加明確的概念去想一想 第一張圖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個新零失業救濟金的元素 這個圖大家可以看到,經濟為什麼這麼大件事 但是對於很多朋友來講,就是因為他看到美國股市 或者S&P就不斷地反彈 反彈的幅度其實是說黃金比率是0.618 0.618已經,由高位29,000點 由高位一跌跌下來之後就反彈,反彈超過接近六成的時候 其實大家以為那個美國經濟好像沒事 但是當然大家就知道,其實過去那段時間 美國已經是印了很多的錢 差不多2萬億 由這個4萬多億,去到最新是6萬5千多億 那個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規模 去到6萬5千多億的時候 所以見到整個股票市場就反彈 但是一件事沒有辦法的 或者你是想不到的 就是說他那個失業人數,其實同一時間是很直線地標升 你現在看到,畫面上這個圖 就是說美國的失業人數 那個的新領失業救濟那個人數 大家可以看到Initial Initial的Dropness Claims 他那個人數是超過300萬 這個數字其實怎樣看呢 藍色那條線就是他過去 就是由70年代 一直到2020年那個數值 但是突然之間有一支棍這樣飆上來 大家沒有看錯 是說他那個的新領失業救濟人數 是突然之間飆升 至於這個畫面上面,灰色那些地帶是什麼呢 灰色其實是說的衰退期 你看到70年試過兩次衰退 80年代亦都試過兩次了 90年試過 00年和2008年都試過 就算2008年 你看到那個衰退期都挺大的 挺明顯的 灰色地帶 但是那個新領失業救濟人數 都是說超過50萬而已 但是現在那個新領失業救濟人數 是超過300萬 如果你要看的話 就是最新的那個數字 其實已經說是超過400萬 我沒有記錯 那個新領失業救濟人數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點去看整件事 就是在錄影的時候 已經是達到442萬7千多人 那個新領失業救濟人數 那究竟呢 美國失業率那麼厲害 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可以看看 下一幅圖 就是有條紅色線的那一幅圖 那幅圖又是說什麼呢 當你看到那個失業問題那麼厲害 這個圖就是那個預測失業率 你看到unemployment rate 就是有些預期到13、14都不出奇 但是也有白宮的經濟顧問 最新就發表說 就是他預計那個失業率 其實是會甚至乎去到這個 有紀錄或者叫做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是最高的 那這件事其實也都令到大家 有少少意外的 就說突然之間一直飆上去 本身大家要看到那個失業率是在4%以下的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這個哈西特 預計美國經濟就會有問題 那個失業率會飆升到16% 16%是代表1930年代 這個經濟大蕭條以來最高 那現在這一幅圖 只是告訴大家 由1984年到現在 1984年是什麼時候呢 剛才之前的那幅圖也都看了 好了當時經濟吹退期 說的那個失業率都是10%左右 但是現在就是說有預測 就去到1930年以來 最強是去到16% 那個失業問題就是 整個失業率會影響那個經濟 美國經濟的GDP 這個相負相成的 究竟是那個經濟影響 還是那個失業問題影響 其實這個值得相確的 因為大家會看到那個GDP 包括所有的forecast 就是說是推薦那一條 大家現在預計 是預計2020年 有機會是去到-5% 那個美國的經濟 那當然有部分就預計 去到2021 2022後 會回復正增長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是有保留的 至少現在三幅圖 就告訴大家一個很簡單的現象 就是說在疫情的情況下 美國那個新領失業救濟 那個人數突破了這個紀錄高位 1970年到現在都沒有試過 就超過300萬人去新領失業救濟 第二幅圖 剛才也說了 那個預測那個美國的失業率 有機會去到16% 那16%其實都挺誇張的 差不多相當於 每六個人左右就有一個人失業了 現在這幅圖就說了那個經濟問題 就說有機會回到-5% 在推線那裡 那你會見到 是比起08、09年那個-4% 都還要嚴重的 這三幅圖就說了給大家聽 美國經濟在疫情下 一些基本的影響 但是我們可以再看多一重 去到最後的影響會延伸到什麼局面 我們可以看看第四幅圖 第四幅圖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了 這幅圖就相對上好像複雜了一點 但是不是大家想像那麼難去理解的 就是美國的Durable Group 就是告訴大家 那個內用品訂單的數字 美國的經濟失業的時候 是會減少消費的 消費力是會下降的 而這個美國剛剛公佈很多的經濟數字 都告訴大家 那個失業的問題是會受到影響 同一時間也要告訴大家 那個購買力也相對上減弱了 我們可以看看這幅圖 就是那個內用品訂單 它是三月份的內用品訂單的數字 去到-14.4% 紅色最右手邊 紅色框框那裡 就框著-14.4% 這個原因是因為大家要知道 這一種的內用品訂單 是包括飛機、汽車 正正是告訴大家 這段時間 疫情來到的時候 它是很急的 航空公司即波音 它也公佈了 是有數以百計的飛機 那個訂單是取消了 它是必須要調整它那個 即是飛機生產線 甚至是調整它那個 即是員工的開支 這件事是雙負雙城 或者橫橫緊急 就是美國在疫情下 經濟含入停頓 失業率上升 而令到內用品訂單 或者一些相對上 比較長的一些消費 也都開始減少了 而這個圖就告訴大家 -14.4% 是已經是包了國防的飛機開支 如果你說不包國防的飛機開支 Sorry 是未開始大跌的 這件事我可以建議大家觀眾朋友 如果有興趣 去了解多些美國經濟 究竟有多差 我們不只是說中國經濟差 我們要了解美國經濟有多差 現在整個疫症 影響下不只是中國的問題 全球都有這樣的問題 特別是美國剛剛錄影的時候 這個星期就說 那個確診人數是突破100萬 而這個100萬 是未有見頂的跡象 未去到一個緩和的跡象 還不斷地上升 所以 每個星期三、星期四 美國人會有公佈的就業數據 包括私人也好 就是有就業數據 持續申請失業救濟人數的數據 大家可以看到究竟 那個影響有多深遠 第二件事 就是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 它是會公佈上一個月的失業率 因為美國的數字 相對上是透明和公開 它很快就會做到一個數字 剛才也說回 疫情下經濟差 令到失業上升 或者有機會去到16% 接下來 剛才那幅就告訴大家 就是內容品訂單 已經開始減少 但是 在我的角度 是未正式反映那個失業救濟的問題 但是大家可以未來看多幾個數字 包括消費信心指數 和零售銷售的數字 包括新屋和城屋銷售的數字 我自己看到 這個新屋的銷售數字 其實已經是3月份 已經按年跌了15.4% 市場就愈是跌0.15% 市場是愈跌少一些 之前的數字也沒有跌那麼多 所以這個數大家一定要知道 第二就是當經濟差失業的時候 是會影響很多東西 包括內容品訂單是會不買的 即是雪櫃洗衣機汽車 你是不會買的 短期消費也會減少 第三就是你那個的屋 新屋 城屋銷售也會減少 所有我剛剛這條短片裡面 提及的美國經濟的問題 是沒有反映在那個股票市場上的 那個股票市場 是在錄影的時候 這個星期是繼續彈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想 即是說每一個星期 或者我經常就留言 美國有宏觀經濟數據 所以大家建議大家 可以去看回這些宏觀經濟數據 看著這個美國的經濟有多差 在疫症底下有多差 有些朋友就認為 全球疫症底下復甦得最快 有機會是中國 這個我還沒有懷疑 因為始終沒有一個國家 有中國的效率 但是今集就集中說 美國的經濟在失業人數破天荒 破了這個大蕭條以來最厲害的時候 究竟慢慢會怎樣影響經濟 而現在是未出現的 股市亦都未反映 將來是會慢慢浮現的 這些問題 我不知道肥三那邊 加拿大會不會同樣有受到影響 我們有機會的話 又會找一集 甚至說一下加拿大的經濟 北美的朋友 其實現在知道 美國那邊的經濟 是開始慢慢實體經濟轉差的了 好 那今天就多謝了阿Joe 有阿Joe 跟大家分析一下美國的市場 接下來都幾乎動盪的 我們下星期就再找阿Joe過來 繼續跟大家聊天 今次多謝他 好 拜拜 拜拜